四年一度全球中國的體壇盛事 世界規又開始了 有競及此一班其樂警訊會員 連同友組織及三合會罪案調查科 防止罪案科 在6月中就舉辦了 2014世界規反非法賭波宣傳活動 向市民宣傳反非法賭波的訊息 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們很榮幸請到 其樂警訊中央諮詢委員會主席 警務署助理署長 鍾兆陽先生為我們支持 因應今年舉行的世界規 可能帶來非法賭波的最後 因此其樂警訊合約緣服了 友組織合三合會調查科 防止罪案科 舉辦這次的活動 延續警隊宣傳反非法賭波的動力 我後面這個非法賭波的宣傳車 將會在本星期 到訪案國和上的警區作宣傳 而其樂警訊的老友機 亦會在各區的停註點 向市民派發反非法賭波宣傳的彈將 已達致提升市民 在世界規期間 對非法賭波 給大陸的高額代價的意識 在出發之前 新界北總區 四位警區的指揮官 會頒發委任狀 給每個警區 其樂警訊的會員代表 大家看到一個人有賭字的足球 各位嘉賓一起向外拉 寓意大家齊心合力 打擊非法賭波活動 其樂警訊的會員 會一起到街上 向市民派發傳單 宣傳反非法賭波信息 其樂警訊一直致力增強與長者的溝通 雙人防災訊息 健康齊齊 一起和公公 一齊踢球 健康齊踢球 健康齊踢球